被扛到了右外野方向 球還在飛 被郭炎文扛出了一發 兩分砲 轉隊的守紅出現了 終止下半季首度來到花蓮 郭炎文就轟出一球 照顧外野想接球的鄉親們 不過貼心的還有養獎 這一棒拉到右外野方向 又高又遠 球還在飛 二十紅出爐 什麼你連接到 魔音聽到了 再來一球拳雷打 大方再給外野鄉親實戰球 直接攻下三分有夠大隻 不過今天兩隊都特別愛打打比分 太甜啦 拉到了右外野方向 又是滿深遠的 右外野手王伯璇退到牆前 這個球是過敵 原本打擊嚴重低迷的衛拳龍 看見東部美景整個打線蘇醒 要拿分就是兩分兩分的大拿特拿 對他的講不是問題 造成了右半邊的安打 上比賽李凱威只花了三個打席 就蒙打賞 大顯榮威李凱威一安兩安都不夠 就是要寬打安打送隊友回家得分 微調的話 這個就OK啦 中間方向的飛球又是非常的深遠 張仲宇又扛出了一隻落在警戒區的長打 你安打我長打 怎麼能只讓你顯榮威 張仲宇直接震撼一擊再拿兩分 比賽才打到第四局 衛拳就直接把分進帳 這一棒拿成了右半邊的安打 台岡雄英要追加分數 而且一口氣要回來兩分 不過別忘了這回主場可視台岡雄英 客觀可視來看大場面的 當然也是要阿薩里多拿好幾分 這一棒右半邊落在的界面 台岡雄英第六分回來 張兆元接著氣勢繼續打 讓隊友通通跑回來 當局一口氣攻下四分 但最後還是抵不過龍將們火燙打線 以一分之差輸給尾全龍 近新聞劉康永常報導 還是抵 ongoing